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中指出 清廉是党员干部荣助于新的品质 本应是浑然天成 但是在现实中 有的党员干部把清廉标签化 名片化 片面标榜清廉 把干实事抛在了一边 耗鸣而无始 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西晋的一条故事 说的是晋武帝召见大臣胡威 问说 大家都说你和你父亲清廉 但你们两个到底谁更清廉呢 胡威回答说 我比不上我父亲 为什么呢 他说 我父亲的清廉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而我的清廉却唯恐别人不知 这就说出了清廉的两种境界 文章最后总结说 有人把连结作为炫耀的招牌 原因不外乎如下 其一 孤名钓鱼 装点门面 颇有哗众取宠之嫌 第二呢 能力低下 一事无成 面对能者上庸者下的时代呼声 以清廉作为能力有限的掩饰 希望借此保住无纱帽 第三呢 施卫素餐 懒正带正 试图以清廉不出事 作为不干事的借口 转移群众视线 文章说 如此种种 但凡把清廉当成名片世人 意图以此作为博好感 谋进生的资本 都已经背离了清廉二字的真正内涵 好 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俗话说 车道三前必有路 走一步看一步 昨天的朝鲜电视台主播还信誓旦旦的说 其实是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 他信誓旦旦的说 半岛必有一战 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今天呢 朝鲜又传出打算跟美国对话的消息 有趣的是 这个消息还是借俄罗斯之口说出来的 这就更加耐人寻味 据俄罗斯和英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是12期号向美国提出了愿意充当中间人促成 美国与朝鲜直接对话 不过呢 美国国务院就重申 除非朝鲜放弃核计划 否则不会与之对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号在奥地利出席会议期间 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双边会谈 综合国际文传电讯社和英国卫报的报道 拉夫罗夫向蒂勒森表示 美国近期的军演和言论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 是不可接受 拉夫罗夫并向蒂勒森传达了朝鲜方面的泄息称 朝鲜同美国就核将局进行直接对话的大门是打开的 并且向华盛顿寻求安全保证 俄罗斯支持朝美对话并已经准备好促成对话 但蒂勒森当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早前 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 曾在11月26号从莫斯科启程应邀访问平壤 并与朝方举行了会谈 不过第二天 朝鲜方面就发射了一枚火星15型洲际导弹 对于朝鲜有意对话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回应指 除非朝鲜愿意放弃核计划否则不会对话 又指朝鲜持续试射弹道导弹 显示他们根本没兴趣认真对话 另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西金斯补充说 朝鲜如果只是同意冻结核计划并不足够 必须采取措施退回至无核化状态 美联社助朝鲜记者韦伯表示 种种迹象并未显示朝鲜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改变 在提到正在朝鲜访问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时 韦伯认为朝鲜真是自己在联合国成员国的地位 所以比较欢迎费尔特曼的访问 而在半岛的另一边 韩国国防部8号表示 朝鲜很有可能发射更多的导弹 或进行另一次核实验 通过挑衅和强硬态度增加对美谈判的筹码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则敦促韩军 必须加强国防能力以抵御朝鲜的挑衅行动 同时要以稳固的韩美同盟为基础 构建条件 准备尽快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凤凰卫视总统报道 朝鲜半岛的新的战争 不管是不是12月18号开战 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是战云密布了 就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又站了出来 表示传达了朝鲜方面的一个愿望 就是还是想和美国和谈 那么战一来很明显中国已经和朝鲜 基本上这个是没什么好谈的了 那么美国对朝鲜就直接摆出了 准备打他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韩国和日本也都做好了 甚至自己要发展核武器的准备 没有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出来了 俄罗斯实际上客观 他要扮演一个或者充当一个朝鲜半岛 这个对立双方的调停人的角色 说起俄罗斯这个国家呀 他从历史到今天 他曾扮演了几次非常重大的调停人的角色 特别大的一次 就是在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他在中国和英法之间呢 扮演了个调停人的角色 最后呢 他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来个暗渡陈仓 把中国的东北弄了一块过去 那么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也是 这个阿拉伯联军和美国 西方呢在叙利亚打了正欢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俄罗斯站出来 他提出叙利亚方案 不但提出这个方案 而且直接就一下子一脚插到 这个叙利亚在这个空军基地就炸了根了 然后呢帮助这个国际社会啊 一起打击RS 结果呢 现在他在这个叙利亚呢 就分得了一杯羹啊 分得了一块蛋糕 而且呢还相当不错 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呢 其实我们看这个六方会谈到今天呢 好像这个真正在前面卖力的啊 是中国啊 真正对立的是朝鲜 那么美国现在跑到第一线了 韩国和日本呢都是这个 这个微城之下呀 战力之人呢 都感到活红不可终日 而这个 这个俄罗斯啊 他虽然他也是东亚国家 甚至他和这个朝鲜呢 还在有一点这个 在这个 有一点这个交界的地方 在中国吉林省浑城市那边 可是他在整个的朝鲜问题上啊 他一般都是随大溜的 但是今天啊 到了关键时候 他准备站出来了 而在此之前呢 尽管国际社会来制裁朝鲜 俄罗斯也坚决谴责朝鲜 但是他和朝鲜的互相之间的往来呀 从而就没有断过 到俄罗斯的副外长去访问啊 到给朝鲜运油啊 到给朝鲜运粮食啊 甚至还有飞机的朝鲜 有人说是军机的朝鲜也 也也也也也将来过 那么在这时候其实俄罗斯整个的 世界舞台上的格局 这个布局啊 还有这个呃 在在在操纵方面啊 他是相当之娴熟 在这个时候 那么他站出来 你们不已经到了一个死角了吗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了吗 我来调和一下 一下子就可能呢 是他在整个的东亚问题上 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啊 既 塔幅这边 又取悦那边啊 可以说左右逢源 那么左右逢源最后 要得到什么利益呢 啊 从古到今 俄罗斯人出来调停 总是要获得自己利益的 我想这也就是他正好进入东亚 在东亚呢 取得他一席之地 呃 来显示他的存在 或加强他的存在的一个方式 至于他能不能调停成功 美国我愿意说了 不行 我坚决不能和朝鲜对谈啊 除非你承认 放弃这个核实验啊 搞无核 但朝鲜呢又不能否定 又又又又不愿意放弃他的核国家地位 所以呢 这次俄罗斯调停啊 可能历史以来啊 最难的一次调停 好 还谈谈另外一个重要的热点新闻 啊 有话说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这个美国宗主特朗普啊 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啊 可以说是因言惹祸了啊 意识激起千层浪了 而美国的国务院呢 就成了一个替罪羊 在12月7号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们就模棱两可的回答啊 对耶路撒冷是否属于以色列呢 都不做出正面的回应 后来呢 就有美国的媒体爆料说 特朗普在讲这番话之前呢 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 其实应该说 没有想到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的后果 那后来呢 他是又请求以色列方面低调回应 这可能就又开始让国务院就擦屁股了 不过呢 特朗普在12月7号与家人举行 庆祝犹太人光明节的活动上 用高调的形容 今年的光明节将记录在历史的史册上 We wish you a very happy Hanukkah And I think this one will go down as especially special 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高级官员 萨特菲尔德7号表示 美国政府仍然不会把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 护照出生地标注为以色列 关于美国公民在耶路撒冷的出生地之争 在美国历史上经历了长达12年的诉讼 萨特菲尔德表示 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 也仍然是巴勒斯坦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再三表明 特朗普的决定只是承认一个现实 对主权 边界 地理界限等问题不持立场 记者会之后有美国记者表示 美方官员的回答令他们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而并非得到更多答案 关于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 以及特朗普的决定是否阻碍了一把和谈的前景 美方官员都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凤凰卫视 王宾如王天义 华士顿报道 而消息宣布之后 巴勒斯坦各界从6号起 就发动了一连三天的大罢工 部分地区示威演变成了冲突 以色列军方以武力还击驱散 示威者甚至向人群开枪 造成最少31人受伤 另外 乙军还表示 遭到加沙地带三枚火箭袭击 乙军出动飞机和坦克攻击 加沙地带两个武装粪子的哨子 巴勒斯坦各界计划在8号发起 更大规模的愤怒日示威 预料冲突会进一步的加剧 那么有关最新的尾巴局势 我们马上连线一下 凤凰卫视特派到耶路撒冷 现场的记者曹杰 曹杰 你好 目前你在现场的观察 耶路撒冷有没有爆发大冲突 或者是大奇异的这样的迹象 曹杰 是的 事实上 新一轮的冲突刚刚结束 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十分多钟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 以色列的边防和警察 大规模的驱散 当地示威民众的场面 其实当地现场的画面 非常的混乱 导致我们其实拍摄 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和我们周围的这些摄影记者们 很多人连摄影器材 都是没有办法来得及收拾 就不得不被驱逐的场外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大马士革门前 气氛是比较冷清的 但其实在十多分钟之前 并不是这样 有大量的民众聚集在这里抗议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是伊斯兰教的主麻日 之前大家都预料到 在今天会有大批评的穆斯林 在祷告活动结束之后 会集会示威抗议 甚至有冲突 这样的活动 这样的事面的确是出现了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在今天 现场 以色列的警方的部署 也是非常严密的 包括我们所在的大马士革门前 其实之前在这个位置 通常是有四五名警察 是持警棍在这里助手 但今天非常不同 我想在我的身后 在十多分之前 应该涌出了超过30名的边防持枪 在驱散民众 而且不分任何原因 希望场面尽快平息下来 希望现场没有人 但是情况非常不容易乐观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大批的这个穆斯林 而仍然是在附近的没有被 没有三场 和可能的进一步的这种示威的 这个极端的冲突活动 还会持续履行人 好 谢谢 再见 今天呢 是这个阿拉伯人的主拔日 那么再过几天呢 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叫光明节 犹太教的光明节可以和基督教的这个圣诞节相比拟 那么可见对犹太民族它是多么重要 这个犹太教的光明节它是每年是不一样的 它是纪念在历史上呢 就是犹太人的反对这个叙利亚的塞流谷王朝这个胜利 那么它是按照犹太立的这个叫做基斯流月来计算 所以每个月不一样 那么每年不一样 那么今年的光明节呢 应该是12月12号到12月的19号 当时据说那个为了反抗这个叙利亚这个王朝啊 那么这个犹太人这个蜡烛呢 很奇迹般的一连点了一个星期没有灭 所以从此就成为它一个节日 那么这个特朗普呢 他说了这个关于耶路撒冷的这番话之后呢 那么人们已经料想的很必然的会引起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就是阿拉伯人的不满反抗示威甚至冲突 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呢 他又表示还是以前的对这个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不变 这就显示出呢白宫和这个国务院呢 再次出现了一个这个宣誓 还有执行这上的一个冲突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 这个说是这样说 真是到了搬迁使馆呢 应该因为他是属于国务院的馆了 所以他国务院什么时候搬呢 这很难说 问题是这次特朗普点燃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他到底能够演发出多大的后果 比如刚才我问了这个曹杰 他会引发大冲突甚至大起义吗 说到大起义呢 历史上就是这个就是过去的20年来 2030年来 有两次著名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阿拉伯语叫Intifada 一次呢是1987年 一直持续到2003年到奥斯陆协定签订 那么起因呢 是这个犹太人的军车 闯到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村庄里 压死了人 那么第二次是2000年 当时的以色列的总理沙龙 就到了这个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 进去参观 那是禁地啊 圣地对阿拉伯人来说 对以色列教来说 又引起大起义 一直到2005年 也持续了5年 那么这次会不会引起大起义 如果大起义爆发之后 会有其怎样的后果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时代是不一样了 首先呢 这个阿拉伯人在那个时候的两次起义 都是由以色列人引起的 而这次呢 是一个美国总统 就是胡说八道引起的 愤怒是愤怒 但是和以色列政府呢 不是以色列政府干的事 第二呢 这个那两次起义都是有组织 而且背后有像这个约旦啊 埃及啊支持 特别是第二次大起义 当时是有呢 阿拉伐特 巴结组织的领袖 后来呢 到2005年呢 这个阿拉伯特死了之后 这也就平息了 第三呢 那个时候 巴勒斯坦人还是团结的 没有分裂 现在呢 分裂成了 在这个拉姆安拉 是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政府 还有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 这个加沙地带了 再就是周边的关系呢 很多阿拉伯国家也不团结 你比如说沙特阿拉伯 这次呢 虽然抗议 但是并没有对这个美国 或者以色列呢 表达出 要开战 不要说开战 连这愤怒 都表达的都不够 伊朗呢 离得很远 伊朗也就是 坐山观伙 做法律性的阿拉伯人的事 这个土耳其比较愤怒 但土耳其能做什么呢 还有约旦 其实也是在 跟以色列已经有外交关系 而且美国 跟美国关系也不错 所以说呢 在 其实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呢 早就被他们 阿拉伯兄弟 都抛弃了 没有人帮助他们建国 当初就帮他们打了一仗之后 他们就成为难民了 所以这次 即使发生大冲突 大动荡 但是应该不会和 前两次长达五六年的那种 叫大起义相比 更不要说 特朗普可能过几天还早台积下 好 那么现在请看 凤凰文时记者报道的其他 重要表题新闻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7号对海湾国家卡塔尔做了短暂的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签订了总额120亿欧元的多项合同 其中包括数十亿欧元的军购大单 另外马克龙也再次就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强烈反响进行了表态 而由安理会五常举行的黎巴嫩前途会议结束后 东道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出席了记者会 马克龙此行的核心议题是打击恐怖主义 在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晤后 宣布就打击恐怖主义资金来源以及打击机械伊斯兰签署合作意向书 并在当天就此议题举行了首次双边合作会议 马克龙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称赞卡塔尔积极参与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马克龙再次表示了法国不赞同的立场 在马克龙短暂访问期间 法国与卡塔尔签署了多项总价值约120亿欧元的合同 其中包括卡塔尔购买12架法国飓风战机 法国企业承建多哈地铁项目等等 凤凰卫视柳怡巴黎综合报道 很显然这个法国的年轻总统马克龙想在国际舞台上 要为法国多获取一些利益 并且使法国再次回到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明星角色 他本身就有明星总统的这样一种风范 他很快速的到了已经被阿拉伯海湾国家开除的 比较孤立的卡塔尔去访问 那么很明显就在阿拉伯国家分裂 而且以色列中东的局势不稳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法国要在中东再插入这么一杠子 我们说的比较好听的话 要分享一下阿拉伯 你们不是有人和这个沙特做石油生意吗 美国 那么我就和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对头 卡塔尔来做另外一笔生意 法国在这个欧洲历来是和英国 是在这个当然也历史上有过百年战争了 而在这个殖民主义时期 这个英国去到中东开展殖民地 这个法国就开发北非 所以说所到之地有些国家现在至今讲法语 有些地方至今是讲英语的 那么黎巴嫩这个贝鲁特又号称地中海小巴黎之称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东道国这个法国做东 在这个巴黎举行黎巴嫩前途会议 那么又把刚刚回到这个贝鲁特复职的哈利率 请到了法国 这都是应该说这是法国要重回国际舞台 并且要在国际舞台唱起出漂亮戏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取得突破 英国首相托利沙梅 8号在比利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会面 就解决脱欧谈判的分期达成共识 但是并没有提及分手费的具体数目 特雷沙梅强调相关条件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预料谈判将会进入第二阶段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当地时间8号早上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会面 两日期后召开记者会 宣布脱欧谈判取得突破 特雷沙梅表示 在2019年3月底 执行英国人民的决定时 希望可以与欧盟建立深入特殊的伙伴关系 他强调 协议可以保障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公民权利 同时保障在欧盟国家生活的英国人权利 协议也明确了英国和欧盟企业的未来发展 荣克则表示 双方已经在关键议题上取得足够多的成果 将向欧洲理事会建议开启第二阶段谈判 第一阶段谈判的主要分歧 在于欧盟公民权利 分手费和爱尔兰边界问题 其中在分手费方面 特雷沙梅没有提到确实金额 但强调分手费对英国纳税人而言是公平的承担 至于早前被视为最棘手的边界问题 特雷沙梅保证 脱欧后不会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 设立边境口岸和检疫检查站等硬边界设施 富翁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感谢观看